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好给刘丽拨打过去 可是刘丽的手机却提示关机 一瞬间 我整个人都变得慌望无比 心口就像是被千万把利润给刺破了一般 整个世界都要像是崩塌 我在公司拼死拼活加班 他居然背叛我 这口气 我是怎么都咽不下去 自问和刘丽结婚以来 就没有对不起她的地方 我和她相亲认识的 当初娶她 我还花了二十万财力 和她结婚五年以来 她娘家大事小情 我事事关心 她妈有一年心肌梗塞住院 也是我出的住院费 还有她弟弟 买车上学 也都是我出的钱 就为她丈夫 我可以说是对她千一百顺 能做到的都做到 可是没想到 最后却换来这样一个结果 我此时全速开车朝着家里过去 路上还在不断地拨打 给我发图片消息的人的电话号码 可是这畜生一直拒接 从图片上我只能看到刘丽的样子 却看不到那个男人是谁 我怒气冲冲到了家里 等门开了后 我就看见刘丽和孩子正在看电视 此时的刘丽 像是一个没事的人一般 见她这副模样 我心里一股怨恨灯石升起 我心想这女人 心理素质还真的是够好 都到了这个地步 还能安心坐着看电视 要不是看待女儿团团在这里 我非要上前去给这个贱女人一个巴掌 然后和她离婚 刘丽这回目光落到我身上 她忽然起身朝着我走来说 陈丽 你到卧室来一下 我有件重要的事情和你说 我目光落到刘丽的身上 心想这就忍不住 要和我摊牌了吗 如果她要和我摊牌 我一定要让她净身出户 并且孩子的抚养权一定要归我 只是现在 我还没掌握到确凿的证据 至少我不知道那个奸夫是谁 我跟着她到了卧室 等着她说所谓重要的事情 到了卧室 刘丽将门关上 说真的我此刻的心情还是有些紧张 甚至手心当中都捏出了一把冷汗 我心中有着恨意 我真的恨不得一刀刮了她 但是我知道不能这么便宜她 我强行让自己压着一口气 我声音低沉地说 说吧 什么事情 原本神色有些严肃的刘丽 脸上忽然绽放出一抹笑容 陈丽 我怀孕了 我们马上有二胎了 高兴吧 刘丽说得神采飞扬 说什么本来打算打电话告诉我的 但又觉得这样没一事敢 所以等我回来 再告诉我 而我听到刘丽这句话 瞬间如遭雷劈 呼吸卡在喉咙口 像是上不来 一事敢 亏这个贱人说得出口 他妈的肚子里怀着别人的野种 在老子面前演戏 说给老子一个惊喜 我现在恨不得仰手一个耳光 就甩在这个贱人的脸上 我捏着拳头 就要抑制不住动手 可最后 我又忍下来了 我不能这样便宜这个贱人 我一定要报复他 让他落得更惨的下场 我心里智慧在低血 没人能想象到我现在有多么痛心 刘丽可能是见我不说话 又问我说 陈丽 你难道不高兴吗 我憋着口气 勉强从嘴角挤出一个笑容 高兴 刘丽看到我笑 他也跟着笑了 陈丽 我还有件事情要和你说 什么事情 我问说 也是一件喜事 我弟最近不是谈了个对象吗 现在结婚 需要三十万彩礼 陈丽 你也知道我家的情况 所以 刘丽还没说完 我就打断刘丽的话 声音冷漠了几分 所以 你想让我出这个钱是吗 是的 陈丽 我没钱 真当我是大傻子 他弟娶媳妇 要我出钱 我又不是他弟的爹 更何况这些年来 我什么时候亏待过他们的家人 一直都是尽心尽责 我真的不知道 刘丽的心是什么做的 肚子里怀了别人的野种 还好意思开口 让我出钱 给他弟弟娶媳妇 更何况 他弟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能不知道吗 大学毕业 就没有出去上班 一直在家里啃老 现在要结婚了 想让我出钱 他想的倒是好 陈丽 我知道你没钱 但是你爸妈不是有钱吗 之前你爸做工地出事 不是赔了三十多万吗 拿三十万给我递先用着 我一听这话 灯石热血上涌 这一次 我没有忍着自己的情绪 我开口呵斥刘丽 这种话 你也说得出来 你不知道我爸那钱怎么来的吗 我爸妈都是农村的 即便五六十岁 也在工地干活 那三十多万 是我爸从工地上摔下来 赔的医药费 现在我爸还只能坐在轮椅上 那笔钱 就是我爸后半辈子的依靠 刘丽被我呵斥的 正住在原地 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她当然不会反应过来 毕竟结婚五年来 我基本上都没有大声呵斥过她 陈丽 她是我唯一弟弟 不管怎么样 我都要帮我弟弟 你帮是你的事情 你不能打我爸妈这笔钱的主意 我果断拒绝了 刘丽这个无耻的要求 可最后让我没想到的是 刘丽还是将这笔钱拿走了 也为日后 我复仇埋下更深的种子 今日不是很忙 所以我准时下班 我的手机如期响起 我看到来电显示 发现是我妈给我打的电话 我妈虽然是农村的 没什么文化 但却知道事情轻重 经常和我说 让我在外面好好上班赚钱 家里的事情让我不要担心 因为怕打扰我工作 我妈一般都会等我下班 才给我电话 我按下接听键 那边传来我妈的声音 我妈先生问我下班了吗 我告诉她之后 她才放心说 丽丽 刘丽怀孕这么大的事情 你怎么不和我说一声 当我听到我妈说这句话的时候 我心中忽然就涌上一股不好的预感 我没有关心 刘丽是否怀孕这件事情 而我直接问说 妈 刘丽是不是找你们要钱了 是啊 刘丽怀孕是好事 正是缺钱的时候 妈也知道 你上班赚钱不容易 加上刘丽说 和你商量 到时候要买一套新房子 你们现在住的房子 的确有些老旧了 我听着我妈妈说话 只感觉脑袋一阵懵懵地想着 一瞬间 感觉天旋地转 刘丽为了从我妈那拿走三十万 居然撒谎骗我妈 我没想到 刘丽做事情 居然如此毫无底线 喂 丽丽 你在听我说话吗 嗯 我在听 我回答说 需不需要我过去帮忙照顾刘丽 我妈耐心询问着我 我很快告诉她说 不需要 让她在家里好好照顾我爸就是 我爸双腿都摔断 一直在家 没有让我和刘丽操半分心 现在刘丽居然从我爸妈拿走了三十万 我越想 心中越怒 我和我妈说 有点事情要处理 就先不说了 我快速地朝着家里过去 车上我喊给刘丽拨打电话 可是刘丽却根本没有接我电话 到了家里 就看见刘丽正在厨房里忙活 我冲到厨房 刘丽见到我回来 脸上带着笑容说 陈丽 你回来了呀 饭菜做好了 钱呢 我跑得气喘吁吁 上气不接下气 累得够呛 什么钱 刘丽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你他妈的少给我装算 我告诉你 赶紧将我爸妈的钱给我 我心中的怒火已经要爆发了 可是刘丽却还是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 说 钱我已经给我递了 陈丽 你放心 等我递以后赚钱了 会将钱给你的 瞧你小气这样 刘丽还不满地说我 他地什么货色 我能不知道 想着他还钱 怎么可能 我阴沉的一张脸 双眼都要喷出怒火 他妈的 那三十万 是我爸的双腿换来的 他居然说得如此轻巧 终于我没有忍住 一个耳光打在了刘丽的脸上 瞬间 一个鲜红的巴掌印形成 刘丽捂住他的脸 一脸震惊地看着我 五年了 这是我第一次动手打刘丽 刘丽双眼含着泪花 她哭着嘶吼着说 好啊 你居然打我 你信不信 我现在就将你肚子里的孩子打掉 陈丽 你到底还有没有良心 还是不是男人 居然动手打一个孕妇 我冷眼看着刘丽 没想到最后 我们还是走到了这一步 我们之间的矛盾 也彻底爆发了 刘丽还有脸拿肚子里的野种威胁我 我现在恨不得动手 就拿出厨房里的刀 可是最后一丝理智告诉我 不能这样做 如果我这样做 到时候我的钱肯定拿不回来 不只是这笔钱拿不回来 刘丽也不会得到报复 说不定和我离婚 还得分走我一半房子 另外团团也可能探给她 到时候她带着孩子 拿着我的钱和她的肩肤潇洒 我看着刘丽 此时在我面前 哭得一把眼泪 一把鼻涕的 心中累到爆炸 同时恨意 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我仰头看了眼天花板 欲哭无泪 我只能假装演戏 让刘丽不要打掉孩子 甚至违心地和刘丽道歉 刘丽见我道歉 更是不依不饶 说要回娘家什么的 最终 以我彻底妥协为代价 刘丽才算没有继续闹事 这一晚上 我们虽然睡在一张床上 但却仍旧不过是同床一梦 我的血在此刻是冷的 这一晚上 我没有和言 耳边却传来了刘丽轻微的打憨声 我没想到 活到我这个岁数 却遭遇了这样的家庭变故 别人以为 我有房子有车子 还有老婆孩子 家庭幸福美满 其实原本我也是这样以为的 可是生活最后还是无情地给了我重击 派了这个狠心的女人来惩罚我 我盘算了一晚上 首先确定的是现在不能和刘丽翻脸 第一步我得抓住刘丽出轨的证据 第二步则是将我所有的钱拿回来 顺便让刘丽净身出户 最后找到那个肩夫 让他也付出代价 第二天一早 我起床 如同往常给他做好早餐 随即将团团送到校车上 结婚五年 工资上交 让他食指不沾阳春水地活着 为什么我都到了这个地步 他还是不满足 非要背叛我 我送走团团后 却没有去上班 而是和公司请了一天假 我倒是要看看这个贱人 要和谁私会 我将车子停在小区门口 一个隐匿的角落 一直到上午十点 还是没有动静 等到了十一点 我看到一道熟悉的身影 走进小区 这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我的好朋友 王海峰 我看到王海峰那一刻 心中一致 如遭雷击 心里想着 这不可能 绝对不是王海峰 他可是我最好的朋友 不应该啊 我虽然这样想着 但是看到王海峰往小区里走去 我还是感觉自己的心口 像是被扎了一刀 难道我最好的朋友 也背叛了我 我多么希望这是一个误会 这不是真的 我下了车 就朝着家里走去 只是等我刚要进去的时候 我耳边忽然想起一道声音 姐夫 我听到这一道声音 回头看去 就看到了刘丽的弟弟 刘斌朝着我走来 他脸上带着笑 喊着我姐夫 大学毕业他就没去上班 现在早就胖的 和一个死肥猪敞舵 看着他的样子 我就觉得恶心 更关键的是 这死肥猪的一身雕 还有我的一份功劳 你怎么来了 哦 我来看看你们 姐夫 这次还多亏了你和我姐 要不是你 我真的不知道和小芳怎么交代 我现在也懒得和刘斌胡扯 我现在就想回去 看看生日流利 生日和王海峰有点什么 我着急往里面走 刘斌却喊给我发烟 说让我抽一根烟 我觉得这死肥猪 是故意在拖延时间 想到这 我不再耽搁 快速地就往家里进去 等到了家 我抬手敲门 等了大概三四分钟 门才开的 刘斌气喘吁吁地 跟在我身后 声音很大的喊着 姐夫 你走这么快干什么 等等我呀 门开后 刘丽站在家门口 她盯着我 眼神当中闪过一丝慌乱 但又很快恢复了正常 陈丽 你怎么回来了 我一把推开刘丽 往里面走去 我家房子不算大 两时一厅 我进去后 检查了一遍 却没有看见人 刘丽跟在我身边 对我说 陈丽 你在找什么 哦 没什么 我忘记带东西 一份文件 你看到了吗 刘丽一正 接着摇摇头 表示没看见 刘斌这回进来 喊着说 姐 我可 刘丽可能是见 我没有找到什么东西 就放心了下来 走到了客厅 去给刘斌倒水 可是她不知道的时候 我在床边上 发现露出半截的烟头 烟头是中华烟 看这样子 是刚刚熄灭 床底下没人 我想进来的 那人刚走不久 这刘丽胆子还真的是大 老子前脚刚走 她就将人喊到家里来 看着我睡觉的床 我脑海里忍不住浮现一幅画面 这幅画面 让我觉得异常恶心 我捏紧拳头 指甲都嵌进了肉里 这种痛苦 是别人无法理解的 可能是我在房间里 待的时间有些久 刘丽的声音传来 刘丽问我说 东西找到了吗 需要她帮忙吗 我说不需要 已经找到了 我随便拿起一份文件 就往外走去 姐夫 你现在要去公司啊 是啊 我得过去了 那你路上小心 刘斌说着话 我阴生 就出了房间 开车朝着公司的方向过去 然后我就将车子 开到电脑城 我买了针孔摄像头 这场战斗 终于还是打响了 等我拿到证据 一切就都好说了 今天的事情 还是我太鲁莽了 我怕被发现 而且我觉得 刘斌今天明显 是在下面放哨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么这姐弟俩 也真的是毫无人性 姐姐偷情 弟弟站岗 这两个畜生不如的东西 我原本以为收拾他们 还需要很长时间 不过事情却出乎意料的 很快发生了转机 我是怎么没想到 刘斌这个畜生 不只是大学毕业后 没有上班 居然还沾上了赌博 我接到的这个电话 就是来催促 刘斌还钱的电话 现在的网络赌博 一旦沾染上 读取用户的通讯录 可以说是分分钟的事情 我想我的电话 也应该是这样泄露的 对方传来恶狠狠的声音 先是问我是刘斌的什么人 然后警告我说 赶紧让刘斌还钱 否则要弄死刘斌 我听到对方说出这样威胁的话 内心的情绪 丝毫没有波动 甚至还觉得 这就是他们报应的开始 你们现在是不是不知道 刘斌在哪里 我这话 让对方明显一正 是啊 你不要以为 我们不知道他在哪里 就拿他没办法 他现在欠我们十多万 等我们找到他 一定弄死他 我心头一冷 呵呵一笑说 我知道他在哪里 需要我告诉你们吗 对方明显蒙圈了几秒 没想到我会这么说 我倒是没有耽搁 直接就将刘斌的地址 告诉了他们 对方这回开口就说 小子 你他妈的是不是在挑衅我们 你是觉得 我们不敢动手弄他们吗 是 我觉得你们不敢 我在这把怒火上 浇了一桶热油 旋即就挂断了电话 我让你们姐弟俩 联合对付我 这还只是我复仇的第一步 我挂了电话 将烟头拿出来看了看 中华烟的烟头 一看就知道是有钱人抽的 而王海峰就有点钱 王海峰是属于本事土著 家里拆迁分了点钱 和两三套房子 后来他自己开了家小工厂 和我们公司也有业务往来 一来二去 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我这会摸出手机 给王海峰拨打的电话 我们的关系本身还算不错 这人也算挺仗义的 所以后头我们也算成了好朋友 我电话打通后 我笑着说 海峰 你现在哪里呢 王海峰那边顿了会 才回答我说 怎么了 老陈 就是想着 咱们哥俩有段时间没见面了 想找你喝一杯 王海峰那边传来一阵笑声 欣然应允 并且还约好了地方 我约王海峰见面 想先确认 是不是王海峰去的我家里 虽然我看见他进入了我们小区 但是我却没有抓到现场 一直到下午七点钟 我们碰面来到一处饭店见面 王海峰西装革履 打扮的人母狗样的 他见到我 脸上带着笑 老陈 你说咱们甚至心有灵犀一点通 刚好我也想找你 你说是不是巧了 王海峰笑得很豁达 完全不像是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情一般 我也陪着笑 就说喝两杯 王海峰说好 他不多时 习惯性地递给我一支烟 我目光看去 就确认是中华烟 我僵住了几秒 王海峰催促我说 怎么不接我的烟的呀 我伸手接过 心想这家伙心理素质也真的是好 我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 他就是去过我家 我不相信 是别人 印象当中 刘丽还好几次拿我和王海峰比较过 他还说王海峰能干 让我好好跟着王海峰学习什么的 那时候 我也没多想 毕竟女人最喜欢拿自己老公和别人的老公相比 只是现在看来 自己还是太天真 太单纯了 我看着眼前这个狗东西 心里无比气愤 但是我还是强行压着口气 俗话说得好 抓贼要抓脏 捉奸要捉双 现在我还是要假装是他好朋友的样子 我点了一支烟 王海峰就和我说 老陈 最近我想和你们公司谈一笔合作 你可得帮我 放心 我肯定帮你 我笑着说 老陈 你真的不愧是我的好兄弟 有你在对面公司 我就放心多了 这次 我准备搞一次大的 多大 我故意问说 至少要到达几百万 你只管让你公司将订单下给我 到时候成了 我少不了你好处 我恩了声 说好 这件事情 我会尽力帮他 王海峰表现了一副 对我感激不尽的样子 一顿酒喝完 我找了一个代价 开车回家 刘力文件我浑身久未 根本就不让我上床 还一副嫌弃我的样子 不得已 我只好睡到沙发上 等第二天一早 我趁着刘力上厕所的时候 就在卧室里 安装了针孔摄像头 我小心翼翼 从来没有哪次 像现在这样认真的 我做好这些 做好早餐 就假装和刘力说 我告诉他 我要出差两天 这两天不会回来 团团上学的事情 要他多操心 还关心他怀孕做事情 要小心点 刘力听着我说话 脸上却不自觉地 多了一抹笑容 我看这个贱人 异常火大 我要走了 他开心是不是 回头 我一定会让这个贱人 受到应有的惩罚 刘力笑着和我说 陈力 你尽管去 家里的事情 你不用操心 我会处理好的 好 我走的时候 刘力还假惺惺地 上前来抱我 我现在闻到 他身上的味道 我就想吐 他在我眼里 不过是一个 肮脏无比的女人 我为了不让刘力 他们怀疑 所以还是和公司说 我要出差两天 请两天假 做好这些 我想着有一段时间 没有回去看看 自己的父母 就买了一些水果 营养品到乡下 看望父母 我到的时候 是上午十点钟 我父母劳累一辈子 为了让我娶媳妇 和在城里买房子 这辈子付出太多太多 我之前也想过 接我父母去城里 但是刘力却用一副 嫌弃的口吻和我说 说我父母不讲卫生 浑身脏兮兮的 加上还有很多不好的习惯 到时候肯定会教坏孩子的 我那时候太流利 所以基本上流利说什么 就是什么 现在想想这些 我真的是畜生不如 我开车到了路上 就看到我妈正弯腰 在水田里出杂草 我爸则是坐在轮椅上 抽着汗烟 我看到这一幕 顿时心口揪紧万分 眼泪差点没有下来 父母为我操劳一辈子 我却几乎没有考虑过父母的感受 很多时候 我们作为孩子 只知道索取 不知道付出 我将车停好 快速下车 我喊了声我爸妈 他们目光看向我 脸上很快带着笑容 我妈从水田上来 开口就说 莉莉 刘力和孩子呢 我妈笑着说着 没来呢 我过来看看你们二老 我妈忽然板了一张脸 以后团团不来 你也不要回来 我知道我妈是开玩笑的 她嘴上是这样说着 却招呼着我往家里去 还关心我吃没吃饭 看着我妈日益受去的身体 还有坐在我轮椅上爸爸 终于 我没有忍住 眼泪落了下来 莉莉 你怎么了 没事 肯定是刚才风吹了一阵沙土进来 来 妈帮你吹吹 我开始不啃 妈妈却告诉我说 不吹掉 回头容易的红眼病 我需要俯身下去 妈妈才够得着我的眼睛 是啊 我现在长高长大了 妈妈却开始变矮变小 这一整天 我都帮着妈妈干农活 我妈妈却催促着让我回去 说琉莉现在怀孕 正是需要一个男人照顾的时候 我却没有理会她 继续埋头干活 到了晚上 我睡在小时候那张床上 扭头看着窗外 满天星辰依旧 而我早就不是最初的那个少年 大概八点钟 我打开了手机的摄像头 就看到了卧室里面的情况 刚打开 就听到一阵不堪入耳的声音 随即就看到了让我跌入深渊的画面 这一次 我终于看清楚了 这一对贱人 在老子床上 老子房子里 做着那些苟且之事 我心跳加速 我下了床 准备开车 现在回去弄死这一对贱人 可是等我刚出去的时候 就看到妈妈还在客厅当中 倒辣椒粉 一股呛鼻子的味道很快传来 我下意识地抬手捂住了口鼻 但还是忍不住 不断地打喷嚏 妈 这么晚不睡 在干什么呢 哦 你明天回去 我给你做点辣椒粉 好让你带着 这个做菜箱 灯光下 妈妈的满头白发 更加亮眼 看到我妈有些勾楼的身躯 一瞬间 我就冷静了下来 我要是真的拿着刀 结束了这两个贱人 到时候我肯定也没好日子过 如果我出事了 我的孩子和父母怎么办 特别是我爸 后半辈子还坐在轮椅上 肯定需要人照顾 最后一丝理智 让我容忍下来 但是抱负的欲望 却在不断地加强 这一晚上 我怎么都睡不着 第二天 我摸出手机 给王海峰打电话 我还听到那边 传来琉璃细碎的声音 不过声音响起得快 消失得也快 我估摸着 是王海峰让琉璃不要说话 海峰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什么消息 王海峰很快问我说 我们公司上一批货 这次需求量很大 我这次不是出差了吗 已经谈好好几家合作房 如果这次成了 可以让你们做上千万的货物 王海峰一听我这话 当时就变得精神几分 说真的吗 我清晰地记得这一天 复仇的种子 早就种在了我的身体里 从萌利亚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 我的好妻子 和我所谓的好朋友 苟合到了一块 说起来真的是一个可悲的笑话 当然 这个笑话的主人是我 所以 我要让王海峰家破人亡 当然是真的 海峰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只是我怕你厂子规模小 吞不下 老陈 你说什么 我肯定可以吞下的 海峰 你就别逗我了 你厂子的规模 顶多只能做一百来万的货物 我们公司这次需要的货物 给的时间短 任务急呀 王海峰也是一个有点野心的人 当即就说 这小事啊 现在厂子规模是小点 不过我可以扩大规模 你知道的 我不是还有几处房子吗 我现在就去将房子抵押给银行 扩大生产线 主要是你一定要将这笔订单给我 好 放心 我一定和公司尽力争取 我们公司是需要这笔货物 不过需要的却不多 我心里冷笑着 嘴角也泛出了一抹冷笑 千万不要将一个老实人逼到绝路上 他们会让你们明白 什么叫做代价 王海峰那边速度也快 到了下午 他就和我说 他的房子去银行办了抵押 并且告诉我说 临时买生产线肯定是不够 所以将隔壁的厂子生产线 用大价钱暂时租用 王海峰还和我说 这次他是赌上全部身家姓名 让我千万要帮他 事成之后 一定会给我重金感谢 我呵呵冷笑着说 好 大概是下午五点钟 我忽然接到刘丽的电话 刘丽那边声音急促地问我说 陈丽 你现在哪里 听到刘丽急促的声音 挣住了几秒 还在出差 陈丽 你快点回来 我弟弟出事了 出事了 什么事情 我一脸意外地问着 陈丽 你先回来好不好 我现在很害怕 我弟弟欠了几十万高利贷 对方说我弟弟不还钱 就要剁掉我弟弟的手 我听着刘丽说这话 心里只是笑着 不过他弟弟不是欠十几万吗 怎么到现在就几十万了呢 而且 刘丽不是从我爸妈那里 骗走了三十万吗 怎么现在钱不够还了吗 我假装意外地说着 啊 怎么了 什么时候的事情 你先回来好不好 好 我应声 就挂断电话 我当然要回去 不过我是要回去 看看他弟弟 落得什么样悲惨的下场 我没有立即回去 而是选择慢吞吞地回去 现在我心中不知道多爽 毕竟我报复的第一步计划 已经成功 晚上十点钟 我才到的家里 我刚到家里 就看到刘斌坐在沙发上 一脸苍白 额头上不断地冒着冷汗 我看着这死肥猪这样子 心想 真他妈的活该 姐夫 你这一次可一定要救救我啊 刘斌蹭了一下就站了起来 奔着我过来 小斌 你怎么了 好好说话 我淡淡地说着 姐夫 我在外面欠了点钱 这次你一定要帮我 不然我完了 刘斌哭丧了一张脸 而我心里却冷笑不止 这叫做多行不易必自毙 这件事情 我听你姐说了 小斌 这件事情 不是姐夫不帮你 而是姐夫真的帮不了你 姐 你看姐夫说什么 刘斌倒是没有任何废话 直接就开始搬救兵 刘丽这回 倒是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陈丽 看在我们结婚五年的份上 你就帮帮刘斌这一次吧 之前不是已经给了他三十万了吗 你也知道咱们家的情况 根本没钱了 我看着刘丽这副样子 心里盘算着 他怎么不去找张海峰要钱 这个贱人遇到事情 现在和我装可怜了 姐夫 我实话和你说吧 那三十万 我已经还了一部分钱了 现在还有几十万窟窿没堵上 姐夫你要是不帮我 我这辈子就完了 到时候我女朋友会跑了 那群高利贷疯子也会要罗命 小斌 姐夫 我这话还没说完 就被刘斌打断 姐夫 我不管你怎么样 你都必须得帮我 不然我让我姐和你离婚 你说你没钱 你这房子 还值点钱吧 刘斌这话 顿时就让我面色变得难看几分 小斌 你先回去 你姐夫这边我来说 刘丽可能是见我和小斌要闹翻了 所以站出来打人场 姐 回去 刘斌还是有点怕刘丽 被喝了剧后 刘斌还是有些气鼓鼓地走了 我看着这肥猪的背影 心想老子这几年真的是惯着他了 找老子要钱 还一副要和老子翻脸的样子 我走到沙发上坐下 我目光落到刘丽身上 心想 我倒是要看看接下来 你这个贱人要如何表演 刘丽走到我身边 一屁股坐下 还伸手搂住我 我看到刘丽做轻易的动作 顿时心中很是不爽 我挪开身体 你有什么说什么 陈丽 这次你一定要救我弟弟 我不是说没钱了吗 我这话说完后 却没想到 刘丽很快开口 说出了一句让我震惊的话来 陈丽 我知道你没钱 但是你有房子 我一听这话 心头顿时一股怒火 很快蹭得下 就燃烧了起来 我怒目瞪着刘丽 刘丽却还是自顾自地说着 这房子卖了 就能帮我弟弟还钱了 我看着他自说自话 我忽然明白 结婚这五年以来 刘丽从来就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他一直都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伏地魔 他像是一个吸血鬼 将我身上的血吸干 去反补他的娘家人 我正是刘丽 一字一句地打断刘丽的话 你想让我卖房子 不可能 刘丽见我拒绝的这么干脆 当即就说 陈丽不卖房子是吧 咱们就离婚 反正离婚 我也能分一半房子 这房子是我的名字 我凭什么分一半给你 刘丽现在是不知道 我有了她出轨的证据 这房子 她是怎么样也分不走的 你不分我房子 那你信不信 我现在就将肚子里的孩子打掉 刘丽继续威胁我 我也懒得理会她 转身就准备朝着卧室走去 可是下一秒 刘丽忽然就跪在我面前 声泪俱下地求我 样子要多可怜 有多可怜 我冷眼相看 演 你他妈的 继续给我演 此时此刻的我 看着她像是小丑一般 内心毫无波澜 陈丽 我求求你了 就算看在咱们结婚五年的份上 你也要救救我弟弟 如果我弟弟出事 我爸妈怎么活 我可怎么活 刘丽坚硬的不行 就给我来软的 我看着刘丽哭着的模样 就知道 这根本就是鳄鱼的眼泪 我心里呵呵地冷笑着 陈丽 你就算不看在我的面子上 也要看在团团和还没有出生的孩子的份上 五年来 为你生儿育女 任劳任怨 若是以前 我看着刘丽哭成这副模样 我肯定会心疼她 只是现在 我的心是冷的 我还不想和刘丽彻底撕破脸皮 我深吸了口气 假装一副为难的样子 我对刘丽说 你让我再考虑考虑 刘丽见我松口 还不忘记提醒我说 陈丽 我弟弟的时间不多了 你要尽快 我见刘丽都到了这个时候 还催促我 我忍不住美好气地说 我就算卖房子 也需要一段时间吧 我这话顿时就将刘丽给噎死 陈丽 你说的也是 那你尽快联系买家 好 我敷衍着刘丽 我走到屋内 将房产证什么的拿在手中 刘丽这回也没有怀疑我 还以为我拿房产证 是去办理出售业务 当然 我不会那么傻逼到 现在还去为了 她那个废物弟弟去卖房子 我将房产证收好 到了外面 我注册了一个小号 然后用小号 加上了刘斌的女朋友 刘斌的女朋友 也是一个贤贫爱富的女人 现在她肯定还不知道 刘斌欠这么多钱 那正好 我得将这个消息告诉她 我原本以为刘斌这混账玩意 从我这拿走三十万 会立即给她女朋友当彩礼 千算万算 没想到这个畜生 居然将这笔钱拿去赌博 并且输没了 只是这畜生 输的这笔钱 是我爸妈的 想到这 我心中就有一股怒火 我原本以为用小号 加她女朋友会很难 可是没想到 刚申请立马就通过 而且让我没想到的是 她女朋友很快就主动给我发消息 发来的是一张图片 我看到这张图片 震住了几秒 然后将图片放大 等图片放大之后 顿时我整个人都傻眼了 我真的是万万没想到 刘斌的女朋友 居然是小姐 图片上面就是价目表 过夜多少钱一次 一次多少钱什么的 上面都写得明明白白的 我的三观也在请客间被颠覆 我顿了几秒 你这专业吗 专业 不过我这不谈价 能来就来 不能来就算了 我思绪转动着 没有立即回答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 在外面玩累了 找个老实人嫁了 别人五百一千 就能玩的女人 到了刘斌这里 开口就要三十万彩礼 我心里呵呵冷笑着 笑着 笑着 我忍不住想要放声大笑 天到好门回 苍天饶过谁 刘斌这傻逼 我本来是打算将刘斌在外面 欠了几十万高利贷的事情 告诉刘斌女朋友 现在看来 完全没有必要 刘斌一旦没这三十万 我相信他女朋友眼睛 都不会眨一下 立刻离开 我想了一番 想到了一个新的主意 我脑子里想着 王海峰不就是耗这一口吗 这狗东西 吃喝完女人 样样来 如果让王海峰和刘斌的女朋友 发生点什么 想必这件事情 应该会很精彩 想到这 我也没有耽搁 我给刘斌的女朋友发消息说 我们有两个人 需要他再喊一个人 他那边这次没有任何耽搁 很快就发出了骚骚的声音说 好 我说我会订好酒店 到时候告诉他 刘斌女朋友 回了个OK的手势 此时 我心中居然莫名的 有一种兴奋的感觉 这种兴奋是说不出的情绪在里面 我接着又给王海峰打了一个电话 王海峰现在对我的电话 几乎是秒接 我电话刚拨打出去 王海峰很快就按下了接听键 老陈 你放心 就算你不打电话给我 我也会加快赶工的 海峰 我当然相信你 不过我这次找你 不是这件事情 什么是 哦 是这样的 我在酒店里订了两间房间 找了两个姑娘 咱们 我话说到这 王海峰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他是这方面的老司机 有些事情 不用我说的太明白 他就知道了 老陈 这件事情 我来请客 你花了多少钱 我转你 没多少钱 没事 但是王海峰这回忽然顿住了几秒 说 咦 老陈 你不是不好这口吗 王海峰的这句话 顿时就让我紧张了会 我有一些担心 王海峰会不会看出什么破绽来 但这回我还是镇定的说 你也知道我老婆怀孕了 我一个男人不能总忍着呀 王海峰听到我这话 也顿住了几秒 然后甘大的笑了声 我听到这狗东西甘大的笑声 我都猜想到 这狗东西在笑什么 我原本以为这件事情 操作会比较有难度 可是没想到 比我想象中顺利的多 挂了电话 王海峰就给我转了5000块钱 我没有任何客气 就点了接受 我先是将酒店房间订好 订好之后 就在里面安装了针孔摄像头 当晚 我就拿到了王海峰和刘斌女朋友 发生关系的视频 当我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我都笑了 下一步 我当然是要将这个视频 给刘斌看到 当然这个视频不能是我发给刘斌看 我盘算着 刘斌这死肥猪 当初他解合王海峰干 苟且之事的时候 这狗东西在外面放上站岗 现在让你也尝尝这滋味 我还是用原先的方法 用小号加了刘斌 刘斌这狗东西 是我加了好几遍才通过的 刘斌像是一个二刘子一般 我加上之后 他立即就问我说 我是谁 我发了一个冷笑的表情 随后告诉他说 有好东西要给他看 他问我说是什么 我也没有耽误太久 就将王海峰和他女朋友 发生关系的视频 发给了他 发给了他之后 我立即就将他拉黑删除 不出意外 接下来肯定会有一场好戏上演 但是有一件事情 是我没想到的 我将视频给刘斌发过去没多久 我的手机就忽然响了 我看到来电显示 灯时吓了一跳 给我打电话的人 不是别人 正是刘斌 我前脚刚发完视频没多久 后脚这狗东西就给我打电话 这弄得我多少还是有些紧张的 该不会被发现了吧 我看着来电显示 倒是没有着急接电话 我思虑了一番 首先让自己先冷静下来 等冷静过后 我才按下接听键 刘斌那边传来一道有些仓皇的声音说 姐夫 我这边出事了 我一听这狗东西还喊我姐夫 我就知道 我给他发视频的事情没泄露 我顿住了几秒 就说出什么事情了 姐夫 王海丰弹王八蛋 上了我的女人 刘斌气愤地说着 姐夫 你可一定要为我出这个头 我瞬间就冷静了下来 我忽然想到 刘斌这狗东西 不过只是一个窝里横的玩意 面对外人 根本就是一个怂暴 他虽然知道 王海丰和他的女人发生了关系 但是这孙子 不敢直接去找王海丰 他妈的 真的是一个怂暴 你要我怎么帮你 姐夫 帮我弄死这王八蛋 这件事情 你得先和你姐说 看看你姐怎么办 而且 这几天 我又要出差 所以 你先和你姐商量一下 我语气淡淡地说着 刘斌在电话那头 还是一副义愤填膺的模样 姐夫 这件事情 能和我姐说吗 当然可以 你姐回头怎么说 我就怎么做 我继续和刘斌说着 刘斌现在估计六神无主 完全不知道要怎么办 于是就变成了 我说什么就说什么 我挂了电话 嘴角泛起一抹冷笑 我今天又没有回家 假装去出差 我在家里附近找了一家旅馆 等着看好戏 我打开手机摄像头 就能看到卧室里的情况 和客厅的情况 没多久 我就看到姐弟俩正在说话 然后过了会 刘丽就将刘斌劝回去 等刘斌走了 我原本以为刘斌会给我电话 告诉我这件事情的处理结果 可是这狗东西并没有 我猜测肯定是被刘丽给安抚好了 等了大概半小时的样子 刘丽就将王海峰约上门来了 王海峰进门 就想拥抱刘丽 可是这一次 刘丽根本就没有手下留情 仰手一个耳光 打在王海峰脸上 王海峰一脸猛逼地看着刘丽 有些没有回过神来 刘丽则开始怒吼说 王海峰 你这没良心的狗东西 我怀着你的孩子 结果你去外面惹别的女人 你到底还是不是男人 王海峰还假装不承认 刘丽却不依不饶上去 又给了王海峰一个耳光 王海峰被刘丽打得怒了 反手就给了刘丽一个耳光 刘丽被打懵了 正要说话 王海峰又给了他一个耳光 这个耳光将刘丽 直接打倒在地上 王海峰很快就骂说 你这贱人 真当老子喜欢你是吗 老子只是想利用你 让你在陈丽那废物耳边 吹吹床边风 让我拿下一大笔订单 现在老子订单拿到了 你他妈的算了什么东西 王海峰念慕猙獰的说着 刘丽躺在地上 被气得浑身颤抖 你 你这个畜生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 你活该 你这个贱人 就在这时候 刘丽忽然露出一脸的痛苦 喊着 疼 好疼 我肚子好疼 王海峰 孩子可能出问题了 你赶紧送我去医院 刘丽痛苦地出声 我在视频这头 已经看到刘丽流出了鲜血 王海峰冷眼看着刘丽 正好 你孩子流产 对我来说 好事一件 免得你他妈的 怀着老子的肿 你这个贱人不配 你 刘丽被气得连话都说不出 王海峰给我任何停留 直接就从屋内出去了 刘丽开始在地上痛苦地挣扎着 不知道为什么 我此时没有丝毫地怜悯 甚至觉得 心中有一股爽快感 没多久 我的手机就响了 给我拨打电话的人 不是别人 正是刘丽 我看着来电显示 却没有接电话 响了一阵 电话终于停止了响动 看完这场大戏的我 感觉很爽 这一夜 我躺在床上睡得很安宁 第二天一早 我就去了公司 我拿着王海峰公司的产品 去给公司质检部的人看了 说产品不合格 建议解除合约 公司对于我的建议 需要开会 然后做决定 其实我觉得 是否解除 对关键性结果影响不大 毕竟公司给他的合作金额 只有一百多万 他现在将房子抵押 做大做强 还想着做上千万的订单 我心里只是一阵冷笑 到了中午 我接到了刘斌的电话 刘斌那边 传来着急的声音说着 姐夫 我又出事了 你房子卖了没有啊 嗯 这样卖了 怎么了 我女朋友知道 我没彩礼钱 现在已经和我分手了 还有我姐 现在正在医院里躺着 你快来看看我姐 姐夫 高利贷那边给我最后一天 你一定要救我 不然我死定了 放心 姐夫这边钱很快到手了 你姐怎么住院了 我姐流产了 姐夫你快来医院看看她吧 我嗡了声 说好 告诉她 我下班就去看 我说完之后 就挂断了电话 我就要先给刘斌希望 最后看她落到一个 悲惨的下场 一直忙活到下班 我才去的医院 到了医院 我看见刘丽 一脸苍白的躺在病床上 一双眼睛红红的 见到我后 刘丽很快就流下了泪水 陈丽 你这个没良心的 你怎么才来啊 我冷笑着说 公司比较忙 所以才来 是你上班重要 还是我和孩子重要 现在孩子都没了 你来还有什么用啊 刘斌关注的重点 明显不在这里 见到我就说 姐夫 你卖房子的钱呢 我已经约好 高利贷的人过来 等会就还钱了 等他们过来再说 我心里已经乐开花了 没想到刘斌 将高利贷的人 直接约到医院来了 我也是醉了 不过也正好 今日就让他们姐弟俩 在这里受到最残酷的报复 小斌 你先出去一下 我和你姐有点事情要说 姐夫 你快点啊 高利贷的人 马上就要来了 好 刘斌出去之后 刘斌还一脸埋怨地看着我 陈丽 现在孩子没了 你说怎么办 昨天都差点死在家里 刘斌面色苍白 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说着 你说你要怎么补偿我 陈丽 你说啊 我看着刘斌这副模样 真的想上前一个巴掌 打在她的脸上 我冷眼看着她 她则是继续说着 你还站着干什么 先去将医药废交了 我还是没有动 我知道拳脚给出的伤害 永远不值一提 陈丽 你是不是聋了 有没有听到我说话呀 刘斌见我还是站着没动 这会已然怒了 我看着刘斌冷漠吐出了三个字 你活该 刘斌原本还准备巴巴地往下说 可是等听到我这话后 顿时她就闭上了嘴巴 一脸不敢置信地看着我 你 你到底有没有良心 你这样说我 你做了什么事情 你自己心里清楚 你看看这是什么 我走到刘斌面前 将她和王海峰苟合的视频 拿给了刘斌看 刘斌看了后 很快就和我说 陈丽 你听我解释 这 你他妈的还有脸和我说 这是误会吗 刘斌顿时面如死灰 她瞪大瞳孔看着我 她可能不敢相信 眼前的我已经变了 不再是之前那个 对她百依百顺 事事都听她话的人 我们离婚吧 我终于开口说 陈丽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给我一次机会吧 没了 我冷漠地说着 刘斌哭着哀求我 可能最后见没有用 也终于不再装可怜了说 那好 离婚就离婚 你卖房子的钱 得分我一半 这一半 就当给我弟弟还债 我呵呵冷笑 心想着见人到这时候 还好意思分我钱 我看着刘斌 更是冷漠地说 出轨证据 我已经提供给律师 你就等着 静身出户吧 我丢出这句话 当下不再停留 转身就往外走去 身后传来刘斌 声嘶力竭的怒吼声 甚至带着一丝绝望 不过 我再不理会 而我开门后 正好看到刘斌 带着一群身上 文龙画虎的人走过来 刘斌笑着走到了近前 就说 几位大哥 这是我姐夫 他刚卖了房子 有钱可以还得你们 刘斌话落后 几个文龙画虎的混混目光 玄机落到我身上 你就是他姐夫 不好意思 你们认错人了 我不认识他 丢下这句话 我大步地往前走着 身后传来刘斌的叫声 姐夫 你不能这样 伴随着这话落地 我很快听到了 一阵阵惨叫声 我离他医院 就去了学校 接了团团 然后带着团团 开车到了 我农村老家 我爸妈看到团团来 不知道多高兴 他们在农村 辛劳一辈子 也没出去旅游过 正好我和公司 请了几天假 带着父母去旅游 当天晚上 我们就出发了 我爸妈还问琉璃怎么办 我告诉他们说 琉璃去她娘家了 我们不用操心 一路上 我将手机关机 带着团团 还有我爸妈 旅游了好几个地方 终于在第三天 我将手机开机 等开机后 就看到无数个未接电话 我看着这些未接电话 只是带着一抹冷笑 打开微信 也看到了不少消息 其中 就有琉璃给我发的 哀求的语音 她在消息里 痛哭流涕地说 她弟弟被砍断了手脚 正在医院 急需要一笔手术费 让我回去把房子卖了 给她弟弟治病 我嘴角带着一抹冷笑 没多想 就拉黑了琉璃的微信 也是在这一天 律师告诉我 离婚已经弄好 琉璃净身出户 一瞬间 我感觉心情无比轻松 又过了一天 公司那边告诉我消息 说已经和王海峰公司解约 我看未接来电 王海峰起码给我打了不下一百个电话 不过我却统统没有接 现在他肯定负债 想问我什么原因 我后头只回了他三个字 你活该 又过了一周 我看新闻得知 王海峰最后不堪债务重负 跳楼身亡 当我看到这条消息后 一瞬间 我感觉心平气和 像是什么事情都尘埃落定了 后来 我知道 刘璃受不了刺激 精神错乱失常 变成了一个疯子 被送到精神病院 生活不能自理 被父母抛弃 而刘斌住在医院里 他父母愁白了头发 好几次还跪在我面前 想找我帮忙 却都被我拒绝了 今年 我在公司拼搏奋斗 升职加薪 然后买了大房子 将父母接过来 一家人都在城里住下 生活虽然没有大富大贵 但是也过得安静祥和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